王一博领衔主演长风破浪 小会计笑梗成为网友热议话题 王一博的电视剧长风破浪发布了预告片 一系列的宣传材料频繁涌现 这显然是在向观众传达这部剧即将上映的消息 据悉 这部剧将在央视八套黄金档播出 具体的播出时间正在安排中 大致在三月底左右 然而 有趣的是 观众似乎在看到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的个人预告片后 关注点发生了突变 讨论的不再是剧中人物和故事情节 反而转向了对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 这个小会计身份的各种研究 你以为大家会夸赞这个角色吗 不 你错了 评论区竟然关心的是小会计的头发多 甚至讨论如何赚钱的问题 果然 年轻人关注的点总是出乎意料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有人说 那个时候做会计就有风险了啊 你以为他们关心的是王一博在剧中被揍的情节吗 大错特错 他们居然在剧中的会计们秃顶的问题上有所发现 除了王一博的头发多一些 其他的会计似乎都快秃了 果然是扛着八倍镜的粉丝 观察的这么仔细 有人在看完预告片后质疑 小会计还会打架吗 打得相当激烈 那个时代的会计难道还需要练功吗 甚至观众们幻想着与王一博饰演的其他角色互动 看到魏若来被揍后 想象着王一博饰演的其他角色 各个身怀绝技 如雷宇 陈宇 谢云等 都是高手 看起来比魏若来这个文弱书生都强几倍 就想问一句 大家都在想什么呢 还在线上山洞打架吗 果然是吸引人眼球 看点都非同寻常 不知道作品播出后 会不会引发一些惊险刺激的情节 毕竟这部剧讲述了金融方面的故事 自然大家关注的话题中离不开金钱 如何赚钱的问题 也成为评论区的亮点 有人表示看完这部剧后 是否能让他的股票保持赚钱的状态 大家都说王一博的剧招商赚钱向来不错 只是不知道是否会给每个观众带来好处 很多人提醒说 不要盲目相信王一博的剧 真的能赚钱也说不定 红利是可以养人的 王一博凭借一己之力 让月华娱乐上市 成就了杜华好命女人 她的作品不仅票房稳赚不赔 还能凭借作品屡次获奖 说不定还能给我们带来财富 哎呀 想象一下就让人开心 一边看长风破浪 一边抚摸着半永久的头发 看着手机上数字的增长 口中喊着 转发了 转发了 好了 这部剧马上就要上映了 这突如其来的富贵到底能否抵挡 反正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刚结束巴黎时装周的王一博 这次可谓是给我们争了光 一番操作下来 我们都很开心 王一博又神秘消失了 听说他正忙于各种物料的拍摄 还有人于目前也在进行后续的拍摄 即将结束 此外 他的电影《维和防暴队》 很可能会在五一期间定档 想想都让人兴奋 王一博的新剧《长风破浪》 在评论区掀起了热烈的讨论 尤其是小会计的幽默效 更成为了焦点 这种轻松幽默的元素 给整个剧集增添了不少趣味 吸引了观众的关注 评论区的热闹氛围反映了观众 对这部剧的期待和兴奋 让人更加期待剧集的上映 感谢观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 请随时发表评论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 平安 明圆 明圆